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几位其实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 也非常喜欢的几位嘉宾 包括了就是海峡贸易执行主席周玉琴 他其实是本地著名华商陈振传先生的外孙女 那么在这次的拍摄当中 他很难得的就开放了陈振传大厦给我们拍摄 平时很难得进去拍 那这栋大厦其实是一栋受保留的洋房 那么它其实是在这栋洋房里成长的 所以进去拍摄除了就是回顾它的一些童年回忆 那这栋洋房有很多历史的一些价值 所以从这次的拍摄也让我似乎就是重温了新加坡的历史 那么还有就是另外一位嘉宾是香港长青树资深演员许绍雄先生 那么许绍雄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其实是新加坡人 所以这次的拍摄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进行 那么在香港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场景 是他有份参演的《使徒行者3》的拍摄场景之一 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当幸运的 那么他也带我走访了就是九龙城 买了一些美食 那么当他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敬地主之宜 带他走访了黄埔小汉中心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还有两位比较年轻的嘉宾 其中一位就是在我身旁的 德利了 其实德利对我们《使徒行者3》也算是不陌生 经常上节目去宣传你的一些表演演出等等 但是这一次上《我懂你2》呢 主要是谈你就是当上这个顶一团的助理指挥的整个心路历程 所以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个尝试吗 因为这次呢也很开心能上这个节目 来介绍我的一个音乐的道路吧 所以也很高兴能 我爸爸妈妈也上电视了 所以为他们也要跟他们准备 因为他们很紧张 所以寿华还来到了我家里跟做客访谈 跟我爸爸妈妈访谈 所以呢谈到我怎么学习音乐 怎么学习指挥 怎么样的继续我们的这个艺术道路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回顾了 所以我这一集 其实我把很多东西都想好好 就是说没想过的都要想一下了 就是因为把自己的一个怎么讲 艺术的旅程也呈现出来 给观众知道 所以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有什么比较有趣可以透露一下 我认为蛮有趣的一个是 素华这次要吹爽娜 你亲自教了 非常困难的掌握的一种乐器 那我知道很多人其实 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力道 怎么讲气不足的话 没有办法吹 声音根本没有办法发出来 它本来就是一个 我看华乐里面算是最难的一个乐器 我觉得那素华我本来以为说 他那么瘦小吗 我觉得他连吹都吹不响 怎么知道他肺活量很好 对 去吹上了 看来平时运动 所以作为初学者你觉得素华 很厉害的 我觉得他比很多学生都好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 其实我本身没有什么音乐天赋 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要看节目 看看素华到底吹 然后吹得怎么样 然后我们知道这次我懂你 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系列 那么这个我懂你第二系列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基本上呢 其实他的整个拍摄手法和第一系列很相近 但是从第一系列的经验当中 我们也吸取了一些 怎么讲呢 就是做一些调整 那么因为有了累积的经验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有不少的人物的拍摄方式呢 是用跟拍的方式的 那么跟拍就是说 可能就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要一直不停的聊 不停的然后走路 然后一边聊一边走 那么设置组呢 就必须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找取那个镜头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另外一个挑战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11月和12月 那是多雨的天气 对那时候好像一直在下雨 对对对 几乎就是隔两天 每天都会在下雨 那么因为跟拍的关系 有很多是在户外进行 所以例如有几天 其实我拍摄得利的时候呢 是下雨的 那么有一些在户外的场景 必须移到就是室内去 所以这次很多跟拍 然后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肯定多很多惊喜吧 对惊喜 可能希望 希望真的就是呈现出来是一个惊喜 也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同的元素 然后带给观众 但这次的系列也是刚才有提到 就特别找来了几位年轻朋友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你想要做这样子一个安排 那么这个系列有两集呢 就是另外一集 其实除了就是得利之外 还有一集是访问年轻的社会企业家 蔡颖周 那么蔡颖周其实是2017年的 新加坡捷柱青年奖的得主 他从事的事业呢 是一般 就是不是一般人会 怎么讲 不是一般年轻人会选择的 他办的是牙龙夜游的导览团 那么他也发起了 就是在牙龙后项异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他从导览团的 获取的收入呢 是来资助他去做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的 那么所以其中两集就是得利还有影洲的那个集数呢 就是要探讨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可能一些家庭观念 还有他们的想法 还有职业的取向等等的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贯穿的主题就是满腔的热血 还有理想到底能不能够填饱肚子 对 可是两位呢 两位人物其实都坚持下去了 很像得利因为你选择了音乐事业 音乐事业在新加坡 它不是一个主流的事业 所以你觉得在新加坡这个环境 选择音乐事业足够你填饱肚子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我觉得只要我们认真用心 尽我们的能力去做 我还是觉得还是可以填饱肚子的 当然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只要坚守你的岗位 还有像顶义团或者我自己本人 其实也遇过很多困难 可是我们就是想着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那谁会继续做下去这个音乐或者艺术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考虑着 这个钱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就没人在搞艺术 所以我本人还是很希望就是 我们音乐还是为了支持我们自己的理想 支持我们自己想要做的音乐 想要用 那么我另外一点是希望说用音乐 能够能做更多东西 比如说像音乐能不能提倡一些包容性的社会 或者跟有一些需要的人士 或者提起一些记忆 我们很希望说音乐 还是能够有不同的 除了所谓的relax 能不能更多的用途 那你觉得在面对传承 整个华语这方面 风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现在 因为年轻人嘛 都很多在社交媒体等等 都是在online了 那么华乐这个乐种其实是现场看 还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把所谓的这些年轻观众 新观众带到音乐厅来享受 这个live的这个performance 或这个演出 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本人认为说 音乐除了这个演奏 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些多样化的这些支持 来支持让更多这些年轻人觉得 这是蛮有趣的 不是只是光听 你能看 你能感受 你能有回忆 我是认为这样是一个取向 那么这次我懂你 我知道素华出了 是担任主持人 也做了很多幕后的收集 我们在新闻室看到他今天非常的忙 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希望观众得到的收获又是什么 那么这个系列的其实所有受访的嘉宾 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接触表现的人士 那么他们在人生经验上 有一些也相当的丰富 对我来说这是一趟丰富的学习之旅 那么从他们身上 我找到了一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 也对一些课题有新的体会 所以我也希望观众从他们身上 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体会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这个节目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 Bad频道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 带来的我懂你二了 是 再次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呢 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年轻的企业家 他从小爱逛街买衣服 后来把兴趣变成了一门大生意 创立了服装租借平台 这个是我们的云端衣橱 目前有几件衣服 大概三万五天件衣服 所以每天出门就不愁每衣服穿了 为了了解顾客的喜好呢 他还在所有的衣服上 标上了电子标签收集数据 我们称为DNA的衣服 所以这些衣服有60个 不同的性格 可以变成DNA 锁定广告后 我的第一桶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